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6日在彰化县文化局共同召开记者会 欢迎海内外女性一起参与 竞逐首奖50万元 总奖金高达130万元的紫色宝石荣耀 葡萄公主选拔在2013年今年是第五届 那我们在举办全国选拔大赛之前 我们彰化县整体葡萄的产值还不到10亿 那因为葡萄公主的选拔 能够成功的行销我们彰化的葡萄 到日本 到新加坡 到马来西亚 到香港 还有很多的国家跟地区都吃得到彰化的葡萄 因为我们透过葡萄公主的选拔 打开了通路 让我们的葡萄农增加了收入 有千万葡萄农的美誉 那因为这样子我们在去年从还没有举办葡萄公主选拔前不到10亿 在去年已经突破了20亿元的大关 那我相信我们不断的推广 秉持着我们的品质品牌品种的生品策略 将来我们彰化的葡萄一定荣景可奇 也感谢我们的葡萄公主为我们做这么美好的行销 养完好现场 如果我们都在打拼 配合我们组合馆 这里的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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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山肖和行销 让我们组合馆的葡萄 走出世界 2013年的葡萄公主选拔大赛将在4月1日起开始接受报名 彰化县政府以紫色宝石传奇在线为主题 欢迎怀抱梦想勇于实践的女性朋友参加 并透过影像创意拍摄自我行销影片 就有机会成为紫色宝石的一员 彰化县的葡萄公主选拔已经经历了五六年 这五六年当中 我们的葡萄公主的代言相当成功 而且由他们亲身的一个精力 把我们产业能够带出去做行销 这一方是我们产业的一个福气 我们希望能够结合 结合我们代言 结合我们产业的文化 还有所谓的观光休闲 能够把它包装在一起 能够作为我们彰化县 推广葡萄的一个胜利军 彰化县政府办了这个葡萄产业的活动 对我们在地的葡萄促销行销方面 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也感谢我们的阳光好县长 我们的卓县长 这几年大力的促销 我们在地的农产品 好东西要行销要广告 葡萄以前是默默无名 现在我们葡萄已经在我们阳光好县长 他办理这个葡萄公主选拔 我们花阳光大 我们应该是说 我们的葡萄目前是天空有什么 夜空有出名 我们不管行销到日本 新加坡 香港 甚至在大陆市场 也管理人们 也从一上去打拼 所以带来葡萄的收益 真的非常多 报名期间 从4月1日起至5月8日 邀请海内外的女性朋友 展现魅力 创意与智慧 并借此行销彰化葡萄 相关报名资讯 请上彰化县政府全球资讯网查询 公益频道林俊明 彰化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